在外部经济高通胀的背景下 我国的物价相对是比较平稳的 这几个月 我国的物价出现走低的现象 但是并没有出现通缩 今年以来CPI同比涨幅震荡回落 7月可能还会下行 主要是需求恢复实质和基础效应 有基数 今年这个阶段比较高 导致的阶段性现象 我国宏观经济稳步恢复 M2保持较快增长 以历史上的典型通缩 存在明显的差异 经济是增长的 货币也是增长的 所以我们说目前没有出现通缩 下半年也不会有通缩的风向 我国货币条件合理十度 居民预期稳定 随着政策效应不断显现 供需的缺口将进一步离合 8月份后CPI有望逐步上行 7月可能还会走低 还会保持低位 8月份有望回升 8月份以后 这当然这都是分析预测了 预计全年CPI的总体走势 呈现是U型 年代物价水平 升见后升 年底有望 限1%靠拢 CPI 中文字幕 李宗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